TVB 聯同全港抗疫義工 同盟發起共渡疫境暖心大行動 送出福袋給有需要的人士 面對香港第五波疫情嚴峻 一眾藝人都希望出一分力 自發性參與做義工 這日陳展鵬和太太善文猶 朱凱亭、周志康 還有我們的娛樂主播鄭遜峰、拱志希、賴燕瑜等眾多藝人 就一起現身熱線中心聽電話 和市民聊天做登記 見他們事前偉偉到認真學習 不容有失 夫妻檔上陣的展鵬和善文猶 亦值此感謝醫護團隊 其實這段時間 大家都一直看新聞 看到很多現在的疫情 由高高低低 就算自己身邊現在很多朋友 都有很多確診所 然後也好起來了 所以其實都有一定的經驗 希望可以幫助到 還有今次這個活動很有意思 因為我有些朋友已經在隔離 我和Phoebe真是幸運 既然可以做得到 希望可以出來幫助一下 展鵬和太太善文猶的愛女 小豬比日前生日 可惜疫情關係 只能在家裡簡單慶祝 幸好娘對好董事 完全沒有扭計 而且年紀一點 已經很有愛 因為她前幾天是正式生日 即是三歲的生日 我們本身答應了她 跟她搞個生日派對 但因為Omicron 所以她都知道 為何家人又不能來 她認識那些朋友又不能來 但她都很乖 即是沒有扭計 她都沒有扭計 我說明年再和她搞個開心點的派對 約了你的朋友 接著我們每一次出街 我們說我們要去探人 她都很關心 是不是病了 但其實我們身邊的朋友不是病了 即是有時候我們要給她一些物資 譬如一些測試劑 或者一些口罩之類的 其實我想每一個小朋友 在這一段時間裏面都學會了很多 尤其是衛生 還有關心了很多身邊的人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對 她都很甜的一個女生 即是這麼窩心問的問題 是不是很過癮 是啊 真是的 爸爸會特別冷靜一點 尤其是她這陣子沒得上學 她就知道我們都用鏡頭 但見到那些老師 有時又見不到她 她說老師是不是病了 是否因為Omicron 為什麼見不到她 這些我覺得都挺好的 起碼她很甜 而且她都明白外面發生什麼事 親力親為接電話 大家都覺得非常有意義 難怪練一來 不少藝人都報名參與做義工 我自己是覺得香港人其實很互相幫助 我試過收了一個電話號碼 我們只可以一個地址 就是物資有限 一個地址就是一個福袋 但她說不要緊 我想幫那些朋友 你有沒有第二個地址 我記得了 她一次過幫幾個朋友去登記 一次過說了幾個地址 去幫他們的朋友 這個是很有互助的 精神的 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其實每一個電話都很貼心 例如她會講到 好像剛才那樣 我自己曾經是中了一招 我又剛剛做完手術 即是她講她自己的情況給我們聽 我覺得我除了每一個電話 我可以跟她做到登記 make sure她有個福袋之外 其實聽她們講話 有時她們這樣講講自己的情況 我們給一些安慰 或者跟她談多一兩句 我想對她們來說 都是一個很小的事情 但是我希望真的可以幫到她 的確是一個戀心大行動 因為剛才有個八十多歲的老人家 就跟我談了她平時會做些甚麼 還有她說覺得 經常對著攝板牆會很悶 所以久不久見朋友 我甚至乎聽一個電話 她都會很感謝我 多謝年輕人你跟我談了那麼久 她也會祝福我 所以那個祝福對於我來說 真的很戀心 幾位女藝人 雖然是首次擔綱接線生崗位 但完全難不到他們 但一旦說到抗疫樓家打法 她們就各自各精彩了 尤其是這陣子 因為留在家裡多了 我們又不需要拍特別多 也有很多事情 是停工了 因為疫情的問題 其實我發現 在家裡我的皮膚 就不用每一天化妝 是好妝很多 這個是一個禁止 對 都是一個禁止 Mandy呢 算了 大家在家裡都做運動 我沒有做 是不是沒有做 我是手不停 那你在做甚麼 我不停手動來吃東西 不停在那裡吃 只是手部運動 我手不停在那裡吃 口部運動 不行 越趕越吃 口部運動 不停在那裡吃 好像吃足午餐 每天在那裡吃 Mandy呢 你應該沒有吃東西 你這麼生 不是 我有吃東西 你不要這樣 反而我覺得 我多了唸自己彈琴 那些東西 就是想到 我正在學煮東西吃 就是很多時間 很多時間